神州失效三人飞船即将几天后就要发射了 可能两天就要发射了 可是呢就在两天前甘肃九泉发生了地震 那会对发射有影响吗 现在空间站出差已经是常态化了 大家对发射热度降低了 但是对三名航天员是谁显然是非常关心的 另外杨立伟也说了 2030年前我国的在人登业的航天员 也会从之前执行过任务的航天员中选拔 那会是谁呢 我是老方 大白话能让更多人快乐 你看我今天硬生硬警 百出航天员还有神州飞船 长征2F火箭在这 咱先说地震事 10月22号23时14分 在甘肃九泉宿北县发生了4.7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导致甘肃的九泉市 嘉域关市 张业市等部分地区震感明显 那4个小时之后 10月23号的30 20分在广东的汕桶 跑那么老远 南澳县的海域也发生了5.0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一天内我国境内发生两次4级以上地震 不知道算不算多呢 那好在震级都不大 目前也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那么神州17号 在甘肃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已经转移到了发射塔架了 这个地震对它有什么影响呢 大家看着火箭转移的时候 是在一个移动平台 垂直移动 就这样 这样移动过来 对吧 那么高的火箭 稍微有点偏差 是不是就可能歪了 对吧 大家平时可能会这么理解 但是那其实是非常坚固的 然后目前火箭已经进入到了发射塔架内部 这里边那是相当安全的 整个塔架都是采用的钢构架 以及钢筋混凝土的混合结构 它的强度足以抵挡台风和地震 戈壁里当然不用抵挡台风了 不过我们还有文昌的发射场 那里边不仅需要考虑台风 还需要考虑高温高盐高湿的环境 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 空气中的大量的氯离子 会对钢铁结构产生严重的腐蚀 因此我们的发射塔架表面都热喷涂了防腐涂料 相当于给塔架穿上了一件防腐时的外衣 之前火箭发射前遭遇地震也不是没有过 这不是第一次了 2022年的9月6号 12时19分 准备发射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 已经进入发射塔架 刚刚完成了常规推进剂的燃料加注 然后9月5号 12时52分 四川甘字州卢定县发生了6.8级地震 那次地震挺严重的 震源深度16千米 那距离震中仅有155公里的就是西昌发射场 地震波到来的时候呢 可以明显感觉到发射场和塔架都在晃动 还轰轰响啊 塔架是都有抗震能力的 地震过后呢 迅速组织人员进行全面的排查和检查 检查火箭和塔架有无磕碰 燃料管路亲密性 阀门回讯状态 然后检查火箭的垂直度 检查塔上的电梯导轨和轿箱 确认兴建与塔架无磕碰 然后产品安全 塔上的各种设施状态都非常良好了 那火箭照常按计划准时点火发射成功入轨了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甘肃地震 对神州17号发射是否会带来影响 如果发射塔架有震感 我想也会进行全面排查 地震排查演练也是平时安全训练的一个科目 如果本次有影响 那等发射之后应该会有相关的报道出现 好在震级也不大啊 我们也不用太担心 神州17号的发射任务会被受到影响 其实啊这种火箭进入场地 然后又碰到地震的几率并不大 但是也加入到了平时的训练过程中 也就是有一丁点发射几率 我们也需要足够的纵使 足以看出中国航天的严谨性是非常高的 那关键问题来了 神州17号的航天员会是谁 我之前的视频中都说过啊 猜测航天员是谁 是依照既有的规律 和目前公布的航天员的状态 以及其他的内容综合推测的 并不是预测 这里不存在预测一说 那包括本次为了培养后续的第三批航天员 依然也会采用一老带两星的模式 而两星的航天员目前还处于保密阶段 没有任何公开的信息出现 所以呢两星就等着公布的时候吧 大概明天后天啊 那一老呢01号指令长 咱可以推测一下 第一批和第二批的16名航天员 已经有13名进入过中国空间站了 目前只有三位 杨立伟 刘望 张小光还没有进入 杨立伟呢 作为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 还有很多地面的工作需要他去做 以后大概率也不会进行飞天任务 而且呢一般执行任务之前 都要进行密闭训练 多则十个月以上 那杨立伟最近还经常出现在各种活动中 而且还要去迎接神舟16号飞船返回难 显然他不能执行这次任务了 那9月28号 英雄航天员张小光 走进中国绵羊科技城 与孩子们面对面交流 回顾中国航天科技发展历史 分享太空遨游经历 与学生们一起进行了科普交易活动 那么显然目前也只有流望 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 相关的报道也没有出现 而第二批次的航天员返回还没多久 就没有必要的话 不会立即参与下一次的航天任务 所以目前神舟17号的指令长 也只有流望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了 那两位新的航天员也会带来新的亮点 以及本次任务中可能会涉及到 把核心舱上的两个太阳翼 拆除移动到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的两侧 那么这项任务是需要航天员出舱 与机械臂协同工作的 那么发射窗口是什么时候呢 那根据目前我国空间站的轨道调整 结合发射窗口来看 10月26号和29号是发射窗口期 大家可以关注最近的10月26号 如果快的话 25号我们就可以看到航天员的见面会了 那最近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个 我国未来月球基地和月球空间站 包括部署月球岩洞基地的建设的视频内容 非常科幻啊 这个是由哈公大的设计概念 如果可行的话 也是2035年之后月球科研站的延伸概念 那国防妻子的确是永远值得期待的 这个概念设计里面还有挺多可以深度解析的内容 我尽量明天安排啊 那杨立伟说2030年前 我国在人登月的航天员会从之前 执行过任务的航天员中选拔 那又会是谁呢 按照之前网络上的呼声说 陈东肯定能当选啊 那依照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 首次登月一定是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并且呢执行过多次出舱 以及多次航天任务的航天员 陈东目前担任航天员大队大队长 那之前大队长一直是第一批航天员来担任的 这个算是航天精神的时代传承 那距离2029年在人登月还有6年时间 陈东到时候也只有51岁 如果各方面保持的都非常优秀的话 51岁在航天员中还是属于壮年时期 完全可以担任载人登月的任务 那后期我国的中国空间站的主力航天员 是第三批航天员 空间站的二期建设也即将要开始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航天员乘坐我们的新一代的在人飞船 一次能6个人 4个人 5个人 最多能称7个人进入我们的空间站 当然可能应该是不会满载啊 让他们积累更多的经验 但是作为经验丰富的老航天员 带领第三批的航天员进入到在人登月的任务 我觉得是稳妥的模式 同时呢 作为80后的航天员们 也是非常具有实力的 就比如王亚平 这都是80后啊 其实我们倒可以想想 就跟航天器的争名活动一样 那我们的在人登月的时候 第一句话 说什么 能够展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还能比人类的一大步 那个啊 更具划时代的意义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啊 咱下一期讲讲那个月球基地事啊 观众老方不愈乐 他们主持人 估计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